其實劉子謙在進入演藝圈之前 好像家人並沒有全然贊成跟支持 就是也有不希望你踏入這個圈子 原因是什麼啊 其實當時我有問過我爸爸媽 就是問他們我該不該走這個行業 因為我當時以為就是 我做音樂就是做音樂 但是其實他們說 他們不太贊成我走這一行 他們不贊成你走這一行 是指不贊成你走到目前來做歌手 還是說包括幕後的音樂他們也不贊成 他們說走目前對 因為他們他們就是他們本人也有 也有這種經驗 他們自己也體會到了 就是他們覺得太辛苦 那我現在 我也覺得他們說的是挺挺對的 真的 要必聽老人言 所以那時候他們不贊成的時候 好像爸爸有切斷經濟來源是不是 切斷我的經濟來源 其實也沒有到切斷的時候 也沒有到切斷了 就是我的我喜歡音樂 我一直想要做跟音樂有關的一些工作 就是那 怎麼說呢 就是喜歡音樂 所以 那爸爸有切斷你的經濟來源嗎 呃 他 我說爸爸有切斷你的經濟來源嗎 他說我就是喜歡音樂 對啊 也沒有就對了 對啊 對啊對啊 那為什麼這之前新聞講說 欸好像你有一段時間就是都是馬馬偷偷塞錢給你啊 呃 因為當時就是我 因為我在做音樂 那我爸爸也是做音樂的 嗯 所以就 而且尤其是做音樂創作 那創作這種 那創作這種 很花錢就對了 不是啦 就是這種方面就是很很難溝通 嗯 就是 對啦 對 對 我現在講國語你應該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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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怎麼覺得我問的問題 跟他講的答案就是完全那個 不一樣的東西 欸所以那個 呃 你譬如說已經出道之後 新聞如果你沒有聽到你爸爸媽媽的事情 他們會不開心嗎 還是 他們他們其實 還好 他們都是做音樂的 他們他們就是對啊 他們應該習慣了吧 他們習慣 所以他們也不會覺得說 欸譬如 新聞可能有提到說 爸爸講說不給你錢啊 媽媽塞錢給你 然後爸爸就會生氣說 你一定要給我澄清 我從來都沒有不給你錢之類的 也沒有這樣 我會有什麼反應就對了 對啊 我們沒有沒有太多 就是提到錢的問題在於在家裡 好 我想問一下子謙 以前在這張專輯裡面有一首歌我覺得很特別 當然可能詞是別人寫的 但是我覺得你自己身為詮釋的人 你應該也會有一些了解 就是 住在動物園這首歌 因為你是講 那首歌的歌詞其實是講說 我們現代人感覺就好像被困在一個動物園裡面 是 就是出不去這樣 是是是 你自己覺得如果說 拿一種動物來形容你的話 你會覺得你是什麼動物 我覺得我 我是什麼什麼動物 應該是說我是應該 我是一個作為音樂的動物 應該是一個 企鵝吧 為什麼 就是 我不太喜歡就是 就是 就是 企鵝都會 都會 都會在一起 然後看起來都一樣 嗯 我不太喜歡就是 跳出來就是 像 然後獅子或者什麼 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特別的動物 我就是比較喜歡 在 在後面 對 所以你 你其實不喜歡 就是你的個性跟特質 也許 以當藝人來講 對你來說已經是一個挑戰了 對我覺得就是 需要表現我的 心裡的感覺 就是挺 挺 挺便扭的我覺得 真的 你小時候就是 比如我們念那個 幼稚園啊 或是念國小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表演 比如運動會 大家要跳大會槽之類的 你應該都是 就是躲在最後面 對 我就是躲在最後面 那可是你現在就 比如說像拍MV 拍廣告的時候 你必須就自己一個人 站在這個舞台上 對著這個鏡頭 對 你當時心裡都在想什麼呢 當時心裡在想 在想我為什麼不組一個團體 我就在後面跳就好了 對 當時想的是 哎呀 爸爸媽媽說對了 說中了 因為他們說很辛苦 我現在終於了解了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也沒辦法解釋 說你一定會去拍這個廣告 或是什麼 但他們知道 就是遲早會 會這樣 會這樣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 爸爸媽媽很了解你的個性 他們可能覺得 這是對你來講 就必須是一個 你要突破的關卡 所以才一直跟你講這些 是的 嗯 所以 企鵝 有香的感覺 好那如果其實說 企鵝啊 其實也有一些很 自我發揮的地方 發揮得很不錯 像這次在MV裡面 你有秀一段舞蹈 在Mr. White 這一支MV 是是是 那個舞蹈是導演要求你跳的 還是你自己即興來一段 不是 其實 那個是就是我自己 就是隨時應變 就導演叫我就隨便跳 嗯 那我當時也就 就隨便跳了一下 你在大學生涯 因為我知道美國好像還蠻多 就是Party啊 或者什麼 平常大家都會去玩 你會跟大家一起去跳舞嗎 對 我在美國也有 也有那邊的朋友 那 跳舞 我沒有學過 嗯 我就是 應該就是說 大家隨便 亂跳一跳 會下舞持續 跟大家一起 擺動身軀就對了 對啦 就是 看心裡的感覺是怎麼樣 當時就做什麼動作 對 所以拍洋V的時候導演也是跟你說 你就隨便 蠻動一段 你就蠻動了一段 對 就是你自創的freestyle 是不是 對 是的 那未來如果公司要求你排舞 就是真的 譬如說像羅志祥小豬啊 或是那種就是有舞群 有dancer 你必須要跟他們的動作是 嗯 一起編排 是一套的 嗯 你可以嗎 我個人沒有學過就是舞蹈 那如果公司這樣 我覺得就是 我做創作已經 已經夠傷腦筋了 就是 就光創作 要記舞步還更難 對 還要記舞步 所以應該是慢慢來了 慢慢來 但是未來 有可能可以看得到 有可能 對 說不定的 就是你的腦容量 擴充得更大 記得住更多東西 是 是 那球隊跳舞這件事情之外 你未來有沒有很怕公司 安排你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拍MV掉鋼絲啦 或者是什麼 你知道像黃靖倫 人家拍MV 就是整個人被沙子埋住啊 之類的 你有沒有很怕公司 你安排做 安排你做什麼事情 或是跟MV女主角接吻 可以接受嗎 呃 都還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對啊 應該是 要看看情況吧 看當時是怎麼樣 你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耶 我發現 哦 因為 就是劉子謙不管講到什麼 問他什麼事情 他就會說 看情況 然後也是要看情況 所以其實就是 我發現 如果公司要求你做什麼事情 或是歌迷要求你做什麼事情的話 就是 直接Push你就對了 然後你可能就不好意思拒絕 之類的 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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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很可愛的個性 那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呢 也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劉子謙 我覺得除了她本人之外 在音樂裡面 也許可以感受到她更多的魅力 還有她想要表達出來她自己 任何時刻的心情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去聽一下專輯 支持一下劉子謙 希望你專輯大成功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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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